OK,现在我们第二段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要进行LDAP用户验证 我们可以去修改在这个地方 管理员管理的使用者验证的这个地方 上一段我们已经讲过 这是LDAP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跟第五点 那如果OK下去,这样没有问题 那首先我们要去验证的是LDAP user1 你可以看到它正常的通过了 在后面的log、SSSD也都起来了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把画面变大一点 给你看,这个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可以用刚刚一样的 get ent password ldap user1 你可以看到使用者的资讯一样被传回来 但是密码被省略 因为它是加密的 那用户的密码是在LDAP user上面去做验证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使用者资讯 还有使用者的加目录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边上课的时候跟你说有30个用户 我们都可以用 它的加目录 目前在这个地方 home guest 应该是不存在的 home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已经做好的guest 好,那好,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r su dash r ldap user1 你可以看到 我们无法切入 进入使用者的加目录 因为它指示的地方是 home guest LDAPUser1 沒有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的身份切成功了 好推出去 Ctrl D 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整理 或是尋找我們的家目錄的目錄 同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去到MNT目錄裡面 去找一個事前掛載的地方 比如說是Teacher 我們掛載的目錄是在什麼地方呢 Mount ShowMount 所以同樣的 我們會給你一台NFS伺服器 你可以去查詢這台NFS伺服器 對你的分享有哪些 你看這個時候 這一台NFS伺服器 把家目錄分享在SRVR Home裡面 哎呀 不一樣 不一樣怎麼辦呢 我並不了解 這裡面的結構是什麼 所以我不能夠猛然的 直接的 把上一次 上一段影片的答案直接套進去 所以我必須要重新審視一下 這個掛載點裡面的目錄結構 所以呢 192.168.0.254 帽號寫線 它是SRV的R Home 掛載到我現在眼前的Teacher上 好 掛上去 掛上去修改一下 看一下 Teacher 裡面就是LDAP User的目錄 那也就是使用者的目錄是連結在 遠端伺服器的上一個單指令 SRV R Home目錄裡面就是LDAP User的目錄 那這樣好了 我先卸載 退出 卸載是一定要退出 U Mount Teacher OK 那這個時候 我們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辦法去修改 AutoFS的設定 既然使用者驗證已經成功 現在我們要配合的就是使用者的 加目錄的自動掛載的位置 VI 先觀察一下 ETC AutoFS Auto.Master 好 在這個地方我們針對 Home Guests 這個第一層目錄 它的設定是放在 ETC Auto.Gests 這個檔案上 OK 那我們再去看 Auto.Gests 這個檔案上 它是這樣寫的 啊 我們才做第一個使用者而已 這是剛剛的NIS的設定 OK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改 LDAP User1 這是在 Home Gests 目錄底下 會自動產生的一個掛載點 它掛載的位置 哎呀 不是這裡 好 是哪裡呢 是 剛剛的 SRV 的 RHome 目錄裡 它掛載的目錄是 LDAP User1 好 我們就做這個 好 記得 這個過程 Auto.FS Service Auto.FS LDAP LDAP User1 好 哎呦成功了 PWD 我現在所在的目錄是 Home Gests LDAP User1 你看到 如果 我遠端主機 給你分享的路径改變 你所要改的 就是他要掛載的那個標的物 那個標的物 需要進一步的去查詢探欄 先退出 的時候 你需要看的 就是你在這個地方所指定的標的物 它的裡面的結構到底如何 可能每一個環境都不一樣 所以 你一定要去查探 查探 對方的環境是如何 你才能夠正確的寫出這個掛載的路径 就是用什麼 就是用剛剛的show mount跟掛載的過程 好 那 當我完成了這樣的一個使用者的設定 我只針對一個使用者 就是LDAPUser1 可是我有30個人 我有50個人 我有更多的人 那怎麼辦 所以 你所需要做的修改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 需要要求掛載的對象 在這邊用一個信號代表 而被掛載的對象 在這邊用一個 對方的代表 這樣 好 這樣子一來 我要掛載的對象 就不會受到限制 也就是遠端要掛載什麼 它就掛載的對象到那個地方 標的物 這邊呼叫LDAPUser30 這邊掛的就是LDAPUser30 OK 然後呢 AutoFS 先看喔 LDAPUser3 這樣就失敗了 OK了 這樣就已經OK了 我們的設定都OK了 再看 30 OK了 可以嗎 連重新reload都不用 那這種遠端用戶的掛載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我們甚至可以更輕 更誇張的 用在這種地方 比如說我現在登入 登出 登出的時候 在選擇使用者的時候 選擇 LDAPUser24 密碼都是PASSWORD 它是一個在我的系統上 在我的虛擬機上 完全不存在的用戶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竟然可以用這個用戶 登入到這個系統裡面 而且它有完整的 正常的加目錄 加目錄在伺服器上 好 所以這個使用者 就有一個完整的share 跟完整的使用的環境 這就是網路用戶驗證 面對這種網路用戶 跟分享加目錄的好處 這一段在上課的時候 很多同學都搞不熟 所以我特別錄這一段 讓各位可以比較輕鬆的 去面對這樣的議題 希望各位好好的練習 好 就這樣 到這邊可以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